海贼王,草帽团战斗力大洗牌,山志进不来前四,慎平第六了。 草帽团成员之间的实力排名,一直是粉丝讨论的话题,山志还是不是三大战力之一,一直没有一个定论。 从山志的战绩来看,进入三大战力确实很困难。 海贼王漫画一千零十六画情报更新后,草帽团的战斗力进行了一次大洗牌,慎平已经排名到第六了,山志的排名已经排不到前四了。 第一路飞第二索隆 路飞是船长,实力排名第一没问题。 在两年前,路飞和索隆的实力可能还是不分不重,经过蛋糕岛屿和之国的战斗,路飞的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,学会了流英和霸王色缠绕,超越索隆是必然的。 锁龙实力虽然不如路飞,相比其他人还是高出一些的。 锁龙在对战凯多和大妈两位四皇的战斗中,有非常好的表现,接下来会在重伤的情况下对战大看板Kin,实力绝对在大象级别了。 第三是奈美 奈美实力排名到第三,可能会有一些争议。 如果说,奈美已经能轻松妙杀飞六包了,把他排名第三,还会有疑问吗? 在漫画《一千零十六画》中,奈美与宙斯完美结合了,也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。 之前与奈美战斗的乌尔提,被大妈击倒后重新站了起来,不过被获得宙斯的奈美轻松打败了,也可以看出,奈美还没有使用权力。 奈美与宙斯配合,甚至能击倒四皇大妈,有如此攻击力排名第三,不算过分吧? 三智排名比慎平靠前。 慎平加入草帽团后,不少人认为慎平的实力超过了三智。 慎平的战斗表现确实还不错,在陆地上对战艾斯,大战了五天五夜没有分处胜负。 慎平是鱼人,在水中战斗,实力还会更强一些。 在《弹高岛篇章》,慎平就展示过自己身为鱼人的战斗优势,利用大海和四皇大妈战斗,把大妈从桑尼号上打飞了出去。 如果优异的战斗表现,说慎平的实力比山智强,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对。 山智的表现一直不好,不过最近有了好转。 山智得到了杰尔玛的三号战斗服,实力得到了不小的提升。 在和之国的战斗,一直没有很确定的对手,本以为他会一直打酱油,被粉丝诟病实力不行。 伟田还是让山智站起来了,安排了大看板奎因与山智对战,而且山智已经占据了上风,打败奎因只是时间问题。 山智的对手是非六包,山智的对手是非六包,山智的对手是大看板,从此也能得出,山智的实力排名比山智高了吧。 战斗力第四是大河。 漫画1016话有一个新的信息,大河与凯多展开了战斗,并且强调了会和陆飞一起出海。 陆飞帮大河去掉了手铐,也支持大河走出凯多的束缚,去更广阔的世界看看。 还有大河与艾斯存在一些联系,陆飞让大河加入草帽团也是必然的。 大河的实力不会在山智与圣平之下的,相比奶梅可能会差一些。 这样就可以确定了,大河第四,山智第五,圣平第六。 在草帽团水强水弱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陆飞又得到一个强大的伙伴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